大家好,我是小美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款小众的有色唇部精华油 也是银的玫瑰护唇油 我就直接来给大家试几周很喜欢的色号吧 R50日光玫瑰 日光玫瑰是这系列里最清淡日常的一支 可以营造那种未处缘感 膏体是比唇色多一点点嫩肤色 尘埃力弱,但是有很好调和效果 我是中性唇色 叠加出来之后是比我的唇色多了一点点嫩橘色 好像还有一点点风唇效果是吧 R59热带玫瑰 它是一个丝绒南瓜色 是有一点秋冬复古感的 薄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蛮日系 那种清透的琥珀感 涂上去就很有那种复古老照片的感觉 这次系列偏深一点的色号厚土的时候 我觉得这概率都不错 而且能涂匀 薄土其实也挺均匀的 最后成装的状下 我觉得比起水光感来说 更像是那种浓郁的果酱感 R90玫瑰玫瑰 你听它的名字就知道了 玫瑰中的玫瑰色 是攻击性很强的甜玫瑰色 我觉得它的色调是没有偏橘红或者偏紫的 非常非常适合负色白的姐妹 涂上去一整个娇嫩的那种 吹痰欲破的感觉 这支的颜色已经是很深了 虽然它是不成膜的质地 但是你看刁这些嘴巴上剩的还是很均匀的 R69加征玫瑰 说实话这支我觉得是意外之喜 它的膏体榨一看就是那种很死亡的芭比粉 我觉得可能是搭配的这个妆效 看起来没有那么死亡 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橄榄皮 或者是肤色基底比较白的姐妹 加征玫瑰这个风格 我觉得真的很搭那种千玺风的妆容 对吧 我觉得有点梦回我上大学时韩剧流行的那种妆容风格 R79加征玫瑰 你听到这个名字 土耳加玫瑰 它就是比较偏木质玫瑰调的 我觉得薄涂是比厚涂更好看的 我这次涂的没有特别厚 是薄涂一层 然后在唇中再叠加一层 也会有一点清清淡淡的灰冷感 所以它还蛮适合橄榄皮的 这个颜色其实是还这两年蛮流行的 那种低饱和度的调色 它涂上去不管你是什么敷掉 它不会有显白的感觉的 是会比较偏温柔质性的风格 真的是那种很秋冬的木质调调 这次还更新了三只新色号 R15愚人玫瑰 R65千玺玫瑰 R75极光玫瑰 第三个新色号灵感 是来自于气泡火酒 成装是比较偏青豆感的 我觉得还蛮适合叠图的 好了这集是给大家试完了 我觉得颜色影这个护唇有比较好玩的一点就是 这个系列的外观设计都是这样小小一只 比较像是油画颜料的感觉 其实这一整套试下来的感觉也是 颜色是比较浓郁饱和的 也有点像是油画色彩 再加上它这个质地是厚涂的话 那些比较深的颜色覆盖力是很强的 可以盖住唇色七八成的样子也能涂均匀 到最后即使颜色都掉完了 嘴巴也是有一层很滋润的感觉 所以不用担心它的滋润度不够 还有就是你别看它是小小一只 它是有10克的 再加上它的价格是真的很划算的 你即使是买回去只是当做一个 有色唇膏来涂的话也是蛮值得了 还有就是它的使用感 我觉得有点介于唇蜜和那个唇油之间的那种形态 用下来滋润度我觉得很好 它里面是有苦水玫瑰精油的 每一只都有非常非常浓郁的玫瑰精油味 不成膜不染唇 对甘唇是比较友好的那种滋润感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分享 希望能给大家种到草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到收藏加关注 我是小美 我们下期见